今天财经快报 战术性暂停军事行动 8名以军士兵被炸死 毕露明具 当地时间16日早间 以色列军方发布通告称 为了使更多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进入加沙地带 在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讨论后决定 从15日开始 零度解读6月13日美联储利率决议发布会 18个提问中有10个轰向了核实降息 6月份美联储一席会议格外引人注目 因为它会公布经济预测和点阵图 让市场看到央行官方对经济和利率政策的前瞻指引 奢侈品卖不动了 泛斯折平均5折 巴黎世家打6折 还有一家奢侈品电商被爆将关门 奢侈品电商日子不好过 最新倒下的是Yuxnet A Porter 近日 有消息称作为Yuxnet A Porter 中国运营方的风貌贸易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吴雅亭于六 新一轮央行超级州开启 美国零售数据考验经济任性 欧美经济体公布6月PMI 法国资产表现引发关注 上周国际市场风云变幻 美联储暗示年内紧降息一次 日本央行将缩减购债规模 市场方面 美股涨跌互线 道指周跌0.54% 阿迪达斯被爆内部反腐 正调查中国高级员工收受回扣指控 据报道 阿迪达斯已就其中国员工涉嫌收受回扣的指控 展开调查 此前 该公司收到了一份举报人的投诉 指控该公司高级员工贪污数百万欧元 道明证券 美美伦敦巡演或导致英国央行推迟降息 据机构分析 随着美国流行音乐天后泰勒斯威夫特时代之旅 全球巡演进入英国站 并继续刺激当地消费者支出 英国央行抗击通胀的努力可能仍未结束 马斯克称计划7月底测试用机械臂捕捉并回收星舰飞船 马斯克在X上表示 SpaceX计划在7月底测试用Matchzilla捕捉并回收星舰飞船和助推器 Matchzilla是一个带有机械手臂的发射塔 可以在着陆后抓住并移动星舰飞船火箭及其 三菱日联金融集团因违反客户保密规定面临处罚 日本证券监管机构称 三菱日联金融集团多次突破银行各部门之间的防火墙 违反客户保密规定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通胀随着利率调整将有所改善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 随着该国在利率方面采取步骤 通胀前景将在今年最后一个季度进一步改善 从耶鲁到华尔街 这位金融圈传奇大佬去世 又有金融传奇人物去世 美国时间6月14日 耶鲁大学突然发文 悼念创始院长威廉H.庞纳森主 欧美股市严重分化 拜登批准重大灾难声明 本周 欧美股市表现严重分化 一方面 欧洲股市遭遇重挫 其中法国KX40指数本周跌超6% 抹去2024年以来所有涨幅 法国巴黎银行 法国星夜银行等周度跌幅均超10% 外媒报美军曾在菲律宾开展秘密行动抹黑中国疫苗 科兴回应 路透社14日发布独家调查报道 美国国防部在新冠疫情爆发后 第一年期间发起秘密行动不断用虚假账号在社交媒体上散播关于中国科兴疫苗 蔡崇信预言 微软与OpenAI未来极有可能会分道扬镳 张锦和实习宋新月近日 在美国投行摩根大通于上海举行的第二十届全球中国峰会上 阿里巴巴集团联合创始人 董事局主席蔡崇信与摩根大通北亚区董事长间 本轮巴乙冲突已至加沙地带37296人死亡 当地时间6月15日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发表声明称 过去24小时乙军在加沙地带开展了三项军事行动 共导致30人死亡 95人受伤 降价的不只是茅台 还有范思哲 即范希门 知情人士透露 范思哲的平均折扣从2023年初的约40% 跳升至今年的50%以上 近日飞天茅台批发价持续下跌 散平价格已逼近2200元 出生率下降韩国宠物市场规模超过婴儿市场 近日多方数据显示 受人口出生率下降和饲养宠物家庭增多影响 在食品、首推车、医疗及其他产品和服务领域 韩国的宠物市场规模正迅速超过婴儿市场 半年来首次英国凯特王妃公开露面 CCTV国际时讯警号凯特王妃警号 警号凯特王妃公开露面警号 当地时间今天下午 英国伦敦举行皇家军队阅兵仪式 俄媒、俄方代表称 俄队乌下一项提议将是一份乌方投降文件 综合俄新社、塔斯社等多家俄媒14日报道 维也纳军事安全与武器控制问题谈判 俄罗斯代表团团长康斯坦丁加夫里洛夫 在接受俄媒采访时称 斯洛伐克当选总统彼得佩列格里尼宣誓就职 当地时间6月15日 斯洛伐克当选总统彼得佩列格里尼 在首都布拉迪斯拉法宣誓就职 正式接替苏珊娜恰普托娃成为新任总统 莫迪发帖晒在意大利与泽连斯基合影 和平可以通过对话和外交途径实现 综合今日俄罗斯峰会13日至15日 在意大利南部召开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印度总理莫迪在峰会间隙举行 马来西亚总理 马来西亚加强对华关系是有道理的 因为中国愿意接纳和倾听 香港南华早报15日刊出 对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的独家采访称 后者在受访时明确表示 不会卷入中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不会被迫选边站 关于2024欧洲杯 你需要知道的五个看点 蔡鼎高寒四年一度的欧洲杯 已于今日凌晨正式开幕 东道主德国队在慕尼黑安联球场举行的揭幕战中 已无比一立刻苏格兰取得开门红 微软 苹果 英伟达机身3万亿美元市值俱乐部 谁才是美股一哥 当地时间6月13日 苹果公司市值超越微软 重返全球市值之巅 这一成就得益于苹果在几天前的全球开发者大会领域的最新立作 苹果智能 美美美西南航空一架波音737max 8型客机在高空发生荷兰滚现象 综合美联社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纽约时报6月15日报道 美国西南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max G7发表联合公报要求俄向乌赔偿超4860亿美元损失 俄方暂未回应 综合塔斯社 今日俄罗斯领导人14日发表联合公报 内容涉及俄乌冲突 美联储突传重磅 美联储释放重磅信号 当地时间6月14日 两位美联储官员 克利夫兰联储主席梅斯特 芝加哥联储主席古尔斯比相继发表讲话 释放鹰派信号 美联储决策者还需要看到更多降温 美俄核潜艇同时现身古巴 加拿大巡逻舰也到了 古巴副外长 美国未受邀请 毕露明就在美军南方司令部13日宣布 美国海军核动力快速攻击潜艇 海伦纳号抵达古巴关塔纳摩湾后不久 当地时间14日清晨 AMD Lee Sisu专访 谈与英伟达 Intel竞争 直言ARM不是敌人 半导体行业观察在访谈中 他提到 请不要将AMD视为一家X86公司 我们是一家计算公司 我们将针对正确的工作负载 使用正确的计算引擎 央行托 日元威 分析师和投资者认为 本周五央行的声明实际上 推迟了货币政策的正常化 而政策正常化对日元汇率的复苏至关重要 由于在本周五的利率决议会上